为了进一步深化上市制度改革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上海市将于10月1号起全面的实施三证合一 一照一码登记制度 本着方便企业的原则设定2015年的10月1号 到2017年的12月31号为改革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原有的证照继续有效 不要求企业立即换照 过渡期结束之后呢 一律使用加载同一代码的营业执照 办理相关的业务 未换发的营业执照不再有效 新设立企业和其他组织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后 无需再次进行税务登记 不再领取税务登记证 企业手上的话呢 会有三张纸质的东西 一个的话呢 是税务局的税务登记证 第二呢 是技术监督局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第三个的话呢 是工商的营业执照 那么三证合一的话呢 改革就是把这三个纸质的 合为一个纸质的 就是营业执照 那么原来三个纸质上面 分别不同的三个号码 合并为一个18位数字的号码 那么这个题就走了 然后我按下来 我按下来 现在我们办法 我按下来 我按下来